我国乒乓队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冬运会的首两面金牌 冯耀恩和王新如在混双决赛中击败了同胞周哲宇和曾坚 我国男双则利挫菲律宾队为团队在天一金 而女双则不敌泰国队只能收获银牌 乒乓混双决赛的两支队伍都来自我国 身穿蓝衣的冯耀恩搭档王新如 同周哲宇和曾坚展开了金牌争夺 冯耀恩和王新如在先赢的两局的情况下 被对手把比分扳平 两人在决胜局再度发威以11比5捧走了金牌 女双决赛红一的我国代表周静一和曾坚面对泰国女双的强大攻势 我国队经过了一番苦战后仍无法力往困难 0比3落败只能屈居亚军 而男双的决赛方面 周哲宇和傅少峰则是先摔后胜 被菲律宾对手先赢的一局后 连下三局赢得了金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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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